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很多漏水的方面都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那么今天他接着给我们讲有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怎么解决 早上好 姚欧先生 漏水客星 这个马桶我们日常生活天天都会用到 问题很多 所以上次一节节目的时间还不一定能讲完 今天接着讲 从哪开始讲起呢 就是我上次说到这个就是马桶的橡胶塞 flop它漏水 flop漏水很讨厌 为什么呢 家里面又容易遇到 而且它一旦有漏水 家里面有噪音 它老会补水 对 它漏一会儿 它就要补水 晚上特别晚上睡觉 很影响睡眠 所以说上次就说过 这个flop非常容易更换 其实广大观众可以自行更换 自己换 因为什么呢 它这个flop 任何一款的马桶的flop 它都可以 都是可以自己更换的 单独可以换的 对 它有很多种形状 但是它万变不离其中 它的特点就是用 都是挂钩 挂在这个杆子上 然后这边的钩子拉在扳手上 把扳手或者压的 对 压的或者扳手 我们还原 拆下来以后吧 你拿到那个home depot也好 罗纳也好吧 就可以了 对 如果说这样都不行 那么就宣布你在马桶保障 因为你这样不行的话 你请别人来呢 它也不行 你请我去 我也不行 所以说这马桶呢 是应该是自己会维修 这样的话 你才能保证它的寿命长 如果它这个东西开始漏水呢 它也是给你温馨提示 我太老了 对 你可以也不行就换整套了 寿命到了 但是你只要如果说你要是会善于维修 我们保养维修呢 还能用几年 就是还有几年时间可以用 甚至好的还能再用延长它的未寿命都有可能 对啊 假设说不了解 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听我们今天姚先生跟我们大家讲的 以为这个漏水就整个马桶都不行了 那糟糟的就好看了 整个要换一个马桶 那这个成本就高了 对对对 你要说知道 其实这个仅仅是我们这个漏水这个叫漏水阀 对 Flop flop的问题 我们换个flop就解决这个 很简单就解决这个大问题了 对对对 几块钱的事情 也许几块钱就变几百块 就是所以说要广大观众要会自己要有一定的那个handy能力 动手能力 对吧 动手能力 对吧 就是因为加拿大 很贵 你在中国的话 你可能找个人几块钱就搞定了 但是在加拿大你就必须自己 那桌上摆的这个又是马桶里面的一个什么这个零件呢 就是那个又是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也就是中文叫止水阀 止水阀 就是它要马桶里面不一定水 保持一点水位 它才能够就是到处冲的时候有一定的那个动力 所以说是这个止水阀吧 就是这是一款新式的 这个在我这个这个图片上面这一款呢 就是有球的这款呢 就是比较比较老式的 就是带一个大球 因为带一个大球的话呢 这东西比较占地方你知道吗 现在马桶水下都是越来越接水型 经济型 它如果它这个球带占地方的话 它在里面会挂靠其他东西 容易形成这个水流个不停 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止不住 所以说现在都用新型的这个浮球型的 那这两者相比的一个好处 唯一的就在于它更节约空间吗 对更节约空间更有一条 更有一条式 如果你那个像这种 像这种就是带球的这种 长杆球的这种 它如果要调这个水位的话呢 它就必须把那个杆子掰弯 调低这个水位 这样的话呢 有很多问题 因为配件越多 在这水箱泡的里面 水箱零件越多 它越有越坏 就是越简单越好 常年都是更容易 对啊 很多人就是哎呀 我球掉了 那球掉了就麻烦了 前面那根杆子可能就要坏了 你前面杆子要是绣坏了呢 那个前面那个柱又坏了 所以说它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立柱吧 它如果坏了 一体的 对 它立柱如果坏的话呢 就如果这个止水阀 如果坏了以后呢 就家里面老有那个水 进水声一会儿进一会儿进 对 而且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些时候 如果止不住的话 从水箱里面冒出来了 哦 因为它压不住了 这个水位它不能 对 它就不停地上去 所以说这个 这就是我们马桶里面 就是第二容易坏的地方 就是这个止水 止水这部分 止水阀 那这个要坏了 也需要马上整个换呢 还是我可以 很简单 再把里面的零件拆 来换一下 对 这个呢 就是如果止水阀 有问题的呢 就是换止水阀 要换止水阀 对 换止水阀也很简单 也是拿着这个去 去拿去换 先要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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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止水阀 这个东西吧 它涵盖两部分 一部分吧 它是伸出到 那个马桶水箱之外的 接根水管 就有一个软管 你看我们家马桶下面 有个软管 下面 所以说你要先把那个 进水阀关掉 进水阀关掉以后吧 然后再找个扳手 把这个下面这个部分拆掉 卸下了 拆掉 你不管是旧款新款 这个没有改革的 没有变化的 所以说你把它就拆掉以后吧 先把它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吧 你就去买止水阀就可以了 那还是拿着这个买一谋一样的 不用买一谋一样的 这个已经改进了 你就说我要去买一个 型号基本统一了 对 现在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新型的 基本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子的 现在旧的这种很少了 旧的这种就是 对 旧的这种可能你还不太容易买到了 所以说你现在只要说 我要买这个 买这个买回来就可以了 但是 谢谢 谢谢 这一下子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遇到一些小问题 不要马上淘汰这个马桶 里面一些小 我们零件一换 一去买新的 马上问题全解决了 对 这马桶还有其他的问题 要跟我们讲 我们还有第三讲 第四讲 系列家居问题想做 谢谢 姚依光 谢谢 谢谢大家 马上来关注一下 室外的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